欢迎来到这个网上儿童保护课程 这个课程回答问题的方式 这个课程一共有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你会学到什么是儿童保护和它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你会学到各种危险类型和儿童可能会受伤的类型 第三部分,你会学到你在学校需要保护儿童的时候 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和怎样识别相关的事意 第四部分,你会学到所有成年人在你间学校应该有的正确行为 第五部分,你会学到你在学校保护儿童的责任 最常见的虐待类型 在这个课程当中,你会了解到伤害小孩最常见的虐待的类型 各种虐待的类型包括 精神虐待 身体虐待 性虐待 忽视 第五部分,你5个 日子 第五部分,它所培认很大 为了确保人家不会对你或者你的行为产生疑虑 你需要留意 你绝对不应该与一个小孩单独相处 你应该善待所有的小孩 如果小孩对你不友善 你也绝对不能对他们发脾气 应该向以下其中一个人 或者透过以下的报告方式来报告你的疑虑 你的上司 你间学校里面任何一位成人职员 或者用你间学校提供的资料 Question 2 Which of these answers is an example of sexual abuse? To answer, a bus driver shows magazines containing sexual images with a child Click or tap the red square 如果想答 咬小孩的手臂 请点击或者按蓝色的圆圈 如果想答 不让小孩食物和水 请点击黄色三角形 请记住 问题是 以下哪个答案是性虐待的例子 在你的帮助之下 儿童将会安全健康地成长 With your help, children will be able to grow up healthy and safe 感谢观看